另外,其實也有一隻,其實之前也沒有太多人看的 維達國際,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顯著就升上來,抽近大概4%左右的水平 為什麼抽上來呢?其實是有些大項去看它 為什麼看好它呢? 因為其實看它的成本控制又應該做得好 而且它的業績其實就應該已經是bottom了 會慢慢改善 因為早期其實它剛剛也公佈了業績 其實不是說真的特別好 但你看到它真的在成本方面其實是有些改善 因為你看到它的收入其實就升13% 但它的毛利其實是真的改善了 改善了,其實也會發展它個人護理方面的產品 會加大力度去做 是令到市場上有一個衝擊 所以如果你想去短期又找一些受惠 如果真的要刺激一些亂需 還有覺得它慢慢由一些營運業務方面 去改善的一個股份的話 維達國際又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維達真的有機會再上網的話 你第一站就上網24元 就是你之前開始跌下來的水平 短期來說 萬一它再跌穿了 我覺得它跌穿21元或者28元 這些水平 又不妨可以試一試試 因為其實這些抽榮上去 真是它做一個整固員再向上突破 這些再前一個低位 其實就不太想要 其實就再跌穿了 如果它再跌穿的話 大家就應該要守守紀律 它就寧願先離開 它還有一個指洩在觀望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